我想到以前 我還在念書的時候 只要校外教學 我都會帶著一支奇異筆在身上 玩到哪裡 我就會在哪裡寫上我的名字 現在回想起來 我根本就是實連制的先師 對啊 然後那時候我還有一個放牛班的好朋友 他也是一個防疫小煎兵 但是他就放牛班嘛 不念書 不會寫自己的名字 那怎麼辦 他就到處 知道什麼是懶叫嗎 陰莊 OK 好 所以我跟他 可以說是防疫雙俠 我到處寫名字 他呢 就到處畫懶叫 這件事情 還在我們學校傳開了 傳開說什麼 校園裡面出現一個懶叫怪客 到處亂畫懶叫 還庶民啊